是這個專業領隊 未來公平一個專業出版行銷模式 我想今天我在陳芳集團 他是出版集團 我說這是什麼專輯 就是說你必須要面對一個新的時代來臨 你面對高科技 面對原端 面對現在的這麼行動載劇 你怎麼把這些有效的經驗跟出版做派出連結 馬上形成一個新的實體成品 原來是犀利的回憶 所以這就是一個就是說 通過一個創意可能產生一個新的原來 未來搞不好 所有的大陸的旅行團來 都可能回台灣 還沒有回到大陸 已經手上有一本書出版了 或者我們直接在大陸找個出來的事 他就直接出版之後 直接他出去了嘛 回到大陸去 他的企業 員工一人收 就一本 你的老闆 哈 道過西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兩老師可以專門 經營這條路線 就源源不絕就有聲言就有出版計劃出來了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新的思維 通常我們看 過去我們這樣 這個一名嘉年華 大家知道 台北政府最重要投下 可能三千萬的預算 還做一名計 一名計 我們歐洲大學被圍以這個 創意發展單位 那我們也在想 能不能說 不要花這麼多錢 是不要花錢還賺錢 有沒有可能 就政府要編三百 三千萬來做一個 一名計 嘉年華繞進活動 那我們能不能從這個一名計 這個 這樣的一個嘉年華開始 我們不要花三千萬 我們能不能賺回 賺回一千萬 兩千萬回來 這是另外一個思考的 就與其我花些不懂去創 創造它的 產業化的價值 那怎麼做 最近我們正在準備 找開一次 這個活動前的規劃 如何去發展 如何讓這個活動本身 是有商業機會的 可以來挹注更多的活動 甚至把整個活動年輕化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這個嘉年華繞 都是老人家 像我這種年紀 年紀區啊 不是很Yuki對不對 因為上面的都是七八十歲啊 我其實都很年輕的啊 這個時候如果更年輕 年輕人參與 當我們有簡單的發想 比如我們在不同縣市接力 做路跑 路跑是要收費的啊 對不對 一個路跑九百九十塊 對不對 有送襯衫 有花布 有領巾 什麼都有嘛 礦田水 這些全部叫企業戰術 了解嗎 我們有零成本經營 對不對 交一站 對不對 楊老師 這是你的計畫 一站兩萬能跑 兩萬能跑 我老師都講了 好啊 不能做了 我才說商業機密 所以呢 我常在思考 思維又說 今天我覺得手臂上無從 有很多 很多東西 玩了幾十年 但從來沒有人去把 變新的概念 去發展成為一個 好的商業創意 好的 商業機會的挖掘 那商業政府最近做了一個動作 我覺得非常不錯 好 老年人啊 是有 有這個 不動產 就是沒有現金 生活非常困 要看到兒子啊 的臉色過我 有沒有 我各位 還沒到這個年紀 到時候你要伸手跟兒子優勤的時候 是非常困難的 看他的臉色 政府做一個政策 就不錯 以防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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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防養老 對不對 現在不用 倒過來 房子先全面先抵押給銀行 由銀行每個月撥錢給你生活 每月撥給你一萬塊 就大膽去用 用到快掛掉了 兒子在結算 遺產的財資給兒子 我說這是符合人錢 同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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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為什麼 兒子他自己有本校自己賺錢 怎麼靠我老爸的遺產 我最近我就要實施這個計畫 我跟兒子講清楚了 我剛才我把它用完 吃乾抹見 剩下多少殘食給你 我不要看你臉色了 欸這不多好嗎 我們奮鬥是我來享受啊 來倒過來思考 就立向思考 就是大傻 所以現在講到有哪些銀行願意乘坐 搞不好可以賺錢 不是不可能 是核心的 政府已經在推動適用辦法 所以倒過來思考 這也是一個創意 所以我覺得偉大的創意開始 都是從立向思考開始 我們看水深聽 水深聽已經手已經 ready 好大 什麼功能都有 簡化也是立向思考啊 簡單化 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你的目的最清楚收聽 所以這個我們看 待會我們舉很多很多例子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創意策略 能不能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事業重新 創造新的一個model 我最近有一個人告訴我一個方法 我是不 是不接受的啊 是逆向創意的啊 講兩萬塊給歐洲大學 唸完一年結題學位之後 那全數退還結題 這個 就能順復我說 就拿國中大學來操作嘛 對不對 我保證學生源源不絕啊 繳三萬 繳一萬五 你也在唸 繳三萬 兩年後 我賺美金啦齁 唸完一年半不用寫 最後退還結題 兩萬 兩萬五 有沒有可能 能不能這樣做 你這是組繫大的創意啊 昨天就在說他挺厲害的啊 他跟我要收購 五百億個名額啊 誒 這偉大的狀義吧 讀送中錢 拿薛工錢 那先繳三萬美金也拿 有沒有可能 各位想要 有沒有可能 各位都是 創業家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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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能不能做 你是 你又用創業的步驟 對 我是拒絕的 這就是吸金 先吸金 懷得了懷不了你 你就再說 可不可呀 彭芬 彭芬 好 是有人這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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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你必須要後面的 資金的運作的利潤 可以 大過你原來 是你的報酬 不過那吸金 怎麼像吸金啊 你錢全部給我 每個月給你吃 免費的 洋菇 菌 那什麼都給你 最後 全環節 可以利息錢 這是吸金的手 這我一聽就知道 這是吸金啊 謝謝謝謝 那 所以 創意本身 最後面是有一個 什麼 要對社會的價值啊 要貢獻 要有正面的 叫做創意 可是創意 那 最厲害的都是那些駭客 那都是很有創意啊 那些這個白領犯罪啊 是非常多創意 但這個創意對社會的價值 有沒有貢獻 所以 創意本身 創意是無罪的 但是 的這很多人用在非法裏面 就 像楊貴人多厲害啊 百億啊 百億你還洗錢洗掉啊 算創意啊 楊偉潔 對不對 偷賣股票 一轉換 洗錢用 就用創意方法 卖賣 卖賣 一出境,完全常常知道,这也是有创意啊,创意它里面有一个是对社会的正面价值的提供,就是成为创意,否则这只是一些旁门走道的说法,所以待会儿就跟大家讲。